我的有毛耶 嗨大家好我是李萱 為什麼今天我看起來這麼害怕呢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使用這個新的廚房 然後我們這個第一次的影片呢 要來就是 就是今天要拍的是 就是我們要拍的是這個東西 這個呢是鴨仔蛋 然後今天這一集呢是我們有一個同事 他就很推薦我們做這個主題 因為他覺得鴨仔蛋是他吃過的就是最好吃的東西 然後建議我們要來嘗試看看要挑戰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鴨仔蛋長什麼樣子的話 我們這邊放一張小小的圖片給你看一下 免得你嚇到 我們放那邊 就是接下來大概五秒鐘之後他會放大一點 對就是這個 對我覺得視覺上有點驚人 我們今天呢就和這一組來試吃 製作的第一個步驟呢就是我們要先把 我要先把這些鴨仔 就要把這些蛋呢拿去把他的皮 外殼 皮 外殼洗乾淨 這上來洗乾淨 好 洗好了 我人生沒有這麼小心翼翼過 洗完之後我們下一個步驟就要開始煮它嘛 煮它的時候我們要加冷水 然後蓋過它 加冷水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煮到它水滾 欸我第一次使用這個電池 我看一下喔 欸電池有沒有使用說明啊 那我們就放著吧 等它煮滾之後 欸煮滾之後怎樣 滾15分鐘嗎 對要滾 是滾了之後還是煮15分鐘 滾了之後煮15分鐘 OK 我們現在就是 放飛自己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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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那我們 在等 鴨仔蛋水滾的時候呢 跟大家說明一下鴨仔蛋是什麼東西 鴨仔蛋呢它叫做毛鴨蛋 是中國南方跟東南亞地區的一種傳統菜肴 它就這樣煮了15天到18天的快速化成除鴨的鴨蛋 用開水煮開 然後就是敲開蛋殼加髮尖鹽之類的 食用的一種菜肴 然後吃的時候呢你可能會看到 就是小鴨的 吃的時候你可能會看到小鴨的骨隔 或是羽毛 等它煮滾之後還要讓它煮滾之後 繼續煮15分鐘 在滾完15分鐘之後 再關火讓它燜15分鐘之後才可以吃 所以它其實前製作業需要蠻長的時間的 吃的時候呢會配上一些鹽 或者是一些調味料 然後還會加上一個這個 他們說這個是叫做越南香菜的一種鴨蛋 那我剛剛聞啦 它聞起來就是很像洗碗筋的味道 那現在大滾了 那我們就是要開始計時15分鐘 他們考慮 好沒關係 15分鐘 記起來 好開 鍋剛才打開喔 我說一下 我小時候不知道在哪裡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有人說蜘蛛吃起來像巧克力 而且你偏 就去查了一下蜘蛛吃起來像什麼 發現沒有巧克力這件事耶 我不知道我小時候聽過什麼奇怪的謠言 你不是被騙嗎 真的嗎 還是其實你小時候有吃過 我沒有吃過 我小時候就吃過蜘蛛跟蜂蛹 那是蜘蛛 可是我也沒有常吃啊 我只是吃了一次 蜘蛛吃起來就跟鹹樹蝦一樣 那種一般我們想像的蜘蛛嗎 就是 B B B神經 講了很笑話 好 好 現在快好了 3 2 1 0 15分鐘 15分鐘 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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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3分15分鐘 手一點 沒關係啦 好 好 不然就是煮麵 哇 像我們現在要做的下一個步驟 你就把它撈出來 就是它煮完的樣子 跟一般的蛋就是沒什麼兩樣啦 對 一點都不可怕 一點都不可怕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開始試吃囉 它試吃的時候呢 有一個神秘的小道具 就是這個高粱酒杯 神奇之白白的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試吃了 但是因為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我也不會吃 所以我們請一個就是 我們請一個有吃過 然後非常推薦料理的同事進來 YES 歡迎 歡迎米 反正它這個蛋呢 就是它不能像一般的雞蛋這樣子 因為它裡面除了有 就是它的蛋 還有小鴨蛋 還有還有一些糖質 然後它的心理是算精華質 所以我們在吃的時候 會用這個杯子 那其實這個的話是 拜拜的那種酒杯 那其實真正 他們都拿 你在吃的時候會有一個 像是一個很小很小的 一個像是 就是高腳杯的東西 只是迷你版的 然後就可以把蛋這樣放在這邊 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為了避免它的糖質露出來 因為這糖質是精華 就是我們在會有 懂吃的人 懂吃齁 那我們的話就是敲最上面這邊 就是這樣敲 有沒有 它上面這邊就會破 它上面這邊就會裂掉 那外面很燙 所以就是要小心一點 但是還是要稍微浮一下 好然後敲到上面這一半便裂掉 這就是為什麼要用小湯汁的原因 因為太大的湯汁的話 沒有辦法進去挖 然後我們再把上面這邊剝開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它有一點點湯汁出來了 有喔它有湯 對 就是先開一個小洞 然後它這個湯汁 因為算是精華 所以要先把它吸乾 所以我才說為什麼要 稍微洗一下蛋殼 不然的話就是 就是很不衛生 那其實我們 就高溫幾點殺菌嗎 對啦 是沒錯 然後我們就洗一下 就是把它的湯全部吸乾 因為這個是精華 這真的超級好喝 就壓太好喝 對 它邊吸邊翻白眼 但是真的很好吃 然後吸完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殼 這個殼的部分 稍微再扒開一點點就好 然後小湯汁的部分就來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挖開來吃 那上面這個 這個白白的部分蛋白 它是脆脆的口感 等一下可以吃一下 好我先挖 這是蛋黃的 然後吃法的話會 我們會搭配調味料 都用胡椒鹽就好了 我們普通會加一些 西白的調味料 胡椒鹽 水蒸 就有點像吃水煮蛋 其實它是油的 然後這個東西 這東西就是越南香菜 然後會配著這個 就是 這樣嘴之後直接 直接咬一口那個 你吃得很突然欸 就是最道地的吃法 就是一口 一口蛋的東西 然後再配一口葉子 欸有沒有 出來了 老師 那個精華就出來了 好好這樣子 那種明確這樣就可以自己洗 我看到 很像血管的東西 可以自己洗得很好 敲到湯 然後噴到他身上 什麼味道 那是那個 蒸蛋 你煮一鍋湯 你煮蛋花湯 然後沒有加鹽巴的味道 我的有毛欸 飛行頭你看 飛行頭吃 吃到沒有毛的 我來看一下 好像有 他是有毛的 跟大家說明一下 根據就是 我的了解 那個除 除鴨越成熟 越好吃 對他們來說是 越好吃 飛行頭吃超級心疼 他親愛的鴨仔蛋 可以吃得很這樣 不是啊 我要就是 讓它出來啊 這麼你的湯看起來比較厲害 因為它長毛了 有一種可以看見 生命形色的感覺 妳好 來 讓開 開 開 你幹嘛多進去 你第一次在節目中落淚 等一下 我沒有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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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子好難吃喔 沒有葉子的感覺還不錯 對吧 對吧 那我剛剛覺得有毛畫過我的嘴巴 怎麼會是毛的啊 它是軟骨 它 會長成的小鴨 它還是會有一點點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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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剩下部分我們去請 鴨長吃 有怎麼樣 才會想要吃這個 看起來很殘骸的東西 好 就是有點可惜 我們剛剛鴨仔蛋煮太久了 所以同名跟鴨長回去了 但沒有關係 我們有兩位就是肚子很餓的同事 至高奮勇 對 中途被我抓到 來一起試吃我們的鴨仔蛋 你今天用迷你嘴幫你哭 我手好 我我 錄到了 錄到了 欸剛剛很淡一點都喔骨頭喔 小鴨的骨頭 你要加點 謝謝 吃一點香菜 等一下 這真的可以吃了嗎 等一下你覺得這不是捕爛了嗎 這真的可以吃啦 這真的可以吃啦 真的可以吃啦 好 那你們要不要把剩下的東西吃了 照張那筊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試吃影片了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頻道和小鈴鐺喔 有什麼享受的話 或是要我們做的事情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也可以去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一號四圈餵它 那這裡就可以了 那你長大了 哇長大了 我叫Ova那些場景喔 Omended up 啊 啊 啊